为什么不开FOV 大家好,我是动摇 朋友后很多小伙伴都在问我一个问题 FOV那么好用,为什么不开 今天就给大家好好盘一下他的利弊 同时希望能给还在犹豫开不开的小伙伴 选择方向 首先说FOV的好处 一,视野优化 这是我11寸平板不开FOV的视角 人物放大很明显 这是开了FOV的 可以看到视野变化非常小 敌人在我镜子里几乎没有放大 我们对比一下会发现 没有FOV的情况下 左右视野丢失非常严重 开了FOV的情况下 视野非常好 如果开镜时 边上过人不开FOV的 绝对吃大亏 二,狙击秒杆优化 大家肯定发现了 自从FOV上线后 208逐渐离开了我们的视野 取而代之的都是大镜重重局 因为你不开FOV 顺局的过程中 倍率放大的落差感会很强 这导致打移动板的时候 会有一定的失误率 需要经常练习才能成为大手子 但你开了FOV会发现 开镜到人的过程 倍率落差会小很多很多 简单说就是很舒服 老玩家肯定知道 当年的狙击大手子 包里都会有一把1.5倍Q33 三倍神话AMR 这都是在找FOV的感觉 三,组合芯片优势 走路程玩法 大家肯定不陌生 带个潜藏者 配件上举进一速拉满 全程镜都不带关档 现在开给FOV 视野更好了 直接起飞 那接着是FOV的坏处 一,设备差距 很多小伙伴都是手机玩家 本来开远处 人就小的一点点 再开给FOV 直接化身小瞎子 真要开着玩 玩久了眼珠子都得蹬出来 二,控枪精度差 这是FOV时代很多玩家的一个屁端 我举个例 大家就懂了 红点DRH 打肩膀和胸部伤害37 朝下部位都是28 我压枪 可以看到几乎都是37和43 我打开FOV 红点都跟机器人的胸一样大了 压枪的时候 有多少人还能做到精准空枪 这也是为什么 大家都说现在是射速的版本 因为实战你也不知道 一瞬间拉过去 打的是脚还是胸 高射速本来容错就高 开了FOV 这样的感觉只会被无限放大 三,模式差距 FOV打多人是也好不佳 但你打战场怎么办 有不少玩家都是多人战场双修 开着FOV 远距的人可以说小到几乎看不清 还有狙击枪 满护架的情况下 不打头根本无法一枪击倒 你看看开了FOV的头 这你受得了 再看看关了FOV的 明显打头容易很多 总结 像我这种不爱玩轮椅的 很需要大视野的精准空枪 还打满T1T2级武器的伤害 当然多人打局 我非常推荐开FOV 因为真的非常爽 所以以后的日子里 我打多人除了打局都不会开FOV 也希望今天的内容 可以让还在犹豫的小伙伴 不再犯难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动摇over